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 我们就本道而论 本道是人道啊 几个人呢 想想看 是向上提升的 有几个人呢 是往下坠落的 不要看别人 最重要的是看自己 佛教给我们做早晚课 早晚课的用意 目的在哪里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早刻是提醒自己 送洗经典 读经 明理啊 念他干什么呢 希望今天这一天 不违背佛陀的教会 意思就是你 早刻是提醒我们 今天这一天不要走下坡 要想要想上 晚阔是反省的 但认真 对照经典 我今天 思想 隐形 有没有违背 有则改之 无则 加密 这是顽固 顽固是忏悔 菩萨 菩萨精进 跟我们老祖宗所讲的 不二过 这个精神 意思 完全相同 过时 只有一次 真正勇猛 精进的 往后有过时 不会是重复的过时 孔子学生 不少啊 三千弟子 真正能做到 不二过的 就一个人 延会 所以夫子 常常赞叹他了 一般人 不容易做到 虽然知道过时 他还会犯 同样的过时 不时 立刻就觉悟到 就不会犯了 同样的过时 总要犯很多次 以后觉悟了 不再犯了 行 还是有救 如果永远 放下去 那就没救了 佛是 允许人 改过的 为什么 佛晓得 一切众生 过去 生中的习气 佛知道啊 佛也知道 你犯 多少次 这个过错 会回头 佛也晓得 总是在 帮助你 在成就你 这佛的慈悲 我们明了之后 我们对 帮助佛菩萨 那种恭敬的心 自然就生起来了 深惭愧心 深忏悔心 那佛菩萨 时时刻刻 帮助我们提醒 我们前面 跟诸位讲 佛菩萨名号 照相 那种 他的意义 表伐的意义 我们真的要懂得 那不就是 他天天在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 在提醒我们 所以这是 这是信德自然流入 法尔常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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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